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阳指导只能换上替补席上的唯一位前锋成长城 在本赛季前19场比赛 成长城只在中超第11轮对阵上海生花的比赛中替补登场踢了24分钟 谁能想到 成长城这次替补登场只用了两分钟便未打进了一球 捕失阶段 张宇峰在禁区外围把球掉进禁区里面 王申超乌龙助攻 成长城门前电射破门 长春亚太搬回一城 仍然落后1比2 在打进这一球后 31岁的成长城眼眶红了 这是他12年中超生涯的第一球 成长城在2010赛季第17轮对阵江苏顺天的时候就上演了中超首秀 当时他只有19岁 12年过去了 成长城在今天终于打进了他的中超处子球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不但是成长城的中超处子球 也是他职业生涯的首例联赛进球 他在长春亚太效力12年从没有真正离开过 只是以租借形式加盟过两支中以球队宁夏启动力和长春升华 此前 成长城为长春亚太合计在中超和中甲合计出场48次 没有打进过一球 只送出了两次助攻 他在长春亚太一线队唯一一例进球 就是在2019赛季足协杯第三轮面对南通之云时打进的全场唯一进球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